国安出手,地都得懂 一些居心叵测者妄图兴风作浪,趁乱牟利 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还有唱空者掏空者 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华投资信心 妄图引发我国内金融动荡 这段话是谁说的呀 出自于国家最高安全机关国家安全部 在10月2号发表的一篇文章 之前我提到最新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有两大重点 一个是定掉了金融强国 二是化解风险 随后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委 像央行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等等 都开始学习贯彻这次的会议精神 那这次国家安全部发文 其实也跟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委一样 学习贯彻 但是呢,鉴于国安部的特殊身份 这次有不少值得挖掘的信息 首先呢,来看一下作者安平 这种呢,通常是笔名 就会有点类随人民日报的人仲平啊 国际评啊等等 它属于是谐音 代表的是国安部官方的声音 其次呢,文章里提到了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呢,金融和风险始终相伴 然后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例子 就是由于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不把控好 导致经济长期衰退 多年的社会发展成果 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 像次贷危机,欧债危机 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 搞到很多国家经济失速 金融失信 社会失衡 民众失业 从这些表述来看的话呢 国安部门是已经把维护金融安全当成了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了 要坚决防止咱们中国成为文章中所列举的那些国家 在举了广的案例之后呢 接下来又说了一下现实的情况 文章里说 目前经济金融风险的隐患仍然较多 个别的国家把金融当成了地缘博弈的工具 屡屡玩弄货币霸权 动则呢 就挥舞着金融制裁的大棒大打出手 这里呢 虽然没有点名 但相信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啊 然后呢 文章接下来还说了 一些巨星叵测者妄图兴风作浪 趁乱谋利 不仅有看空者 做空者 还有唱空者 掏空者 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华的投资信心 妄图引发我国内的金融动荡 注意这两段表述啊 前面说的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 后面这段则是针对某些团体和个人了 唱空 看空 属于动动嘴皮子 做空和掏空则是已经行动了 本来呢 就用市场上有买有卖很正常 如果都是一致性的意见 那就不会有成交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形势下 凡涉及到这四大空的人 接下来可能就得注意一下力度 掌握好分寸了 尤其是做空和掏空的 那说完了现状之后呢 就是具体应对了呗 在文章里面说了 国安部将会与各地区各部门一道 牢牢掌握维护金融安全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于金融领域的国家安全风险 密切监测 准确预判 有效防范 从央行 证监会等等的金融监管部门 再到国家安全部门 都迅速对于金融安全工作做出了部署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具体的行动了 站在目前这个市场可能作为参与者需要拎清楚一点了 就是有的钱呢 的确属于可以赚 但不能赚的兴致了 在咱们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案例了 比如说像黄首富啊 徐舵主啊 因为有的钱即便你赚到了 也不一定能花 在股民们的质疑声中 浙江国祥的IPO被紧急叫停了 质疑它什么呢 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 为啥同一个资产多次上市 韭菜倒雕割多少轮呢 这个浙江国祥的资产原来就是已经上市的国祥股份的一部分 那个老国祥因为经营不善 2011年就把壳卖给了做房地产的华夏幸福 在资产置换的时候 当时老国祥的斗密把这块资产给接了下来 自己当老板 然后现在呢 就打算二次上市了 而股民们气就气在 A股难不成真成韭菜甜了吗 像这种质地平平的公司 老国祥来搁了一次 华夏幸福搁了一次 现在浙江国祥还要再来搁一次吗 第二个质疑是 为啥不差钱还要上市呢 因为浙江国祥的账上可是躺了12亿的流动资产的 其中六个亿是买了银行的大额存单和理财产品 在那吃利息 而且他上市之前的几年一直在分红 把账上的盈利都分给大股东了 然后居然现在又跑来A股要融资7个亿补充公司资金 第三个质疑是 是不是在高价发行割韭菜呢 因为这次他本来是计划上市募集7.37亿的 结果机构们太热情了 这个浙江国祥是做中央空调的 在空调行业的龙头格力美迪都只有10倍左右适应率的情况下 机构硬是给他出了51倍的适应率 等于是硬要多送16个亿给公司啊 这么明显不合理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要是没有紧急叫停的话 9号就要申购了 所以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明明不差钱的公司都要跑来上市 我想主要是因为利益太诱人了吧 上市之后呢 高价发行缺一次钱 然后再通过转融通机制 先拉高在高位融券再赚一次 过几年股东们解禁 减持股票再捞一笔 当然了肯定有朋友会说了 那还不简单吗 都不买他的股票不就行了吗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咱们且不说散户们有没有那么团结 就说在寻价的时候 保险公司平均报价73.95元 公募基金的报价是73.35元 都比实际发行价高了10% 有的基金报价甚至比最后确定的发行价高了20% 这样搞公司肯定乐开花样 保健的机构也可以拿到高提成 报高价的机构们呢 反正不是自己的钱 那到底谁亏钱呢 一桌麻将下来 不可能所有人都赢钱吧 本来理想中的情况是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做大做强业务 机构投资者发挥专业能力合理定价 而散户们呢 跟着喝汤 获得财产性的收入 各方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市场才能良性循环 但如果前面两个玩家心里有鬼 拿后面的散户当对手盘 这盘游戏还要怎么玩下去呢 所以建议现在监管要开展专项核查了 那就不妨深挖一下 这个浙江国乡背后的利益链吧 查一查有没有利益输送呢 有没有违规操作什么的 不然的话 A股就真的没有信心了呀 老乡们 炒股亏钱了真的是可以拿回来的 虽然只是一部分 乐视网退市三年之后 现在又被鞭尸了 法院判决他得在十天内 赔给股民们二十个亿 其中呢 贾跃亭作为上市公司的实控人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外还有几个倒霉大 平安证券和五家会计所 要承担一共13%的连带责任 其中呢 平安要占10% 他得掏两个亿出来 所以之前买过乐视 并且亏了钱的老乡们 赶紧去券商查一查 自己是否符合资格 哪怕就是能拿回亏损的 一部分都好啊 乐视网造假上市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小老板当年玩得很啊 坑了散户坑了机构 坑了明星 还坑了老乡 孙红斌 以及上游的恩多供应商 可以说是把能坑的全坑了 不光给股民造成了巨额的亏损 他自己都是背了一屁股的债 但是呢 债多了不愁 狮子多了不痒 记不记得有一年的春节 其他的APP都在号称 自己能给大家瓜分多少亿 结果乐视网直接把APP的图标 改成欠款122亿 这波自嘲 直接抢走了所有的风头 后来呢 证监会给他开了2.4亿的罚单 结果乐视网很淡定的说 不管是欠122亿 还是124.4亿 路要一步一步走 债要一点一点还 最重要的还是员工稳定 员工稳定 公司业务才会稳定 这样才不会给国家和社会添乱 总之就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那这回呢 乐视网被派要赔偿20亿 大概率他也是拿不出来的 因为毕竟今年的半年报 他的流动资金只有5个亿了 不过呢 虽然乐视网没有钱赔 但是保健他上市的平安证券跑不了 这次呢 法院判决平安要连带赔偿10% 得掏2个亿出来 要说呢 平安在保健这个社上 也是屡屡的踩雷 这边保健费收几千万 那边赔偿金要掏几个亿 之前万福生科造假的时候 平安的保健费挣了2500万 结果被罚了7500万 又赔了1.8个亿 总共没了2.5亿 而乐视网造假平安挣了保健费3600万 但这回不是要赔2个亿了吗 另外呢 之前蒋老板还拿股票做支押 找平安借了4.6个亿 这个也成烂账了 所以呢 前前后后平安光在这个事上 就亏了应该有7个亿了 当然了 只有狠狠的罚 才能让他们涨涨记性 最后啊 再次提醒 买过乐视网的投资者 如果符合索赔的资格 最近就盯牢平安证券 和那五家会计所吧 因为估计只有他们才有钱赔 而且赖不掉 具体怎么查呢 打电话给你开户的券商 请他们帮你核实一下 你有没有索赔的资格吧 美国现在都不装了 直接耍起了无赖 三天前 布林肯强硬声明说 任何国家不得停止使用 或者是废除美元 更不得大规模的抛售美国国债 否则呢 将会面临着华盛顿的果断回应 你看美国真的是非常坦诚啊 他总是把自己最害怕的事情 告诉所有的人 当然了 主要还是告诉两个美债的重要取口方 中国和日本 咱们中国呢 是美债最大的卖出房 2012年 中国也曾经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持有1.3万亿的美债 到如今呢 虽然还是第二大的债主 但是咱们的持仓 已经降到了7700亿美元了 几乎是砍了一半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 就抛售了700亿 但是呢 美债主要持有国当中 只有咱们中国在抛售 法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这些美国小弟 都是在几百亿几百亿的买入 为大哥排油解难 而日本则是美债最大的接盘侠 持有量超过1.1万亿美元 去年还又买了400多亿 最近日元不是在疯狂贬值吗 一个月贬了接近5% 上周那更是加速下跌 现在一美元可以换到158日元了 虽然说日元贬值并非一无是处 从好的方面看 可以促进日本的商品出口和旅游业 但是坏的方面更多 因为贬值会使得日本在进口原材料 和大宗商品时的成本增加 导致企业压力山大 只能通过涨价等等的方式 来转嫁自己的成本给消费者 最后呢 又会导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其实呢 日本现在手握着巨额的美债 它完全有能力采取强力的措施 抛售美债回购日元 稳住自己的汇率 以防发生经济危机 但是在美国的警告下 日本可能只会减少购买 就算抛售 估计也不敢抛得太多 这个汇率的亏啊 就只能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咽了 日本现在对美国很重要 如果日本反水 大笔抛售美债 再加上咱们中国的抛售 就算其他的那些小弟加起来 都难以挽救美国的债务危机 美债规模已经34万亿了 到今年年底 预计光利息的支出 就有8700亿美元 并且很快就超过万亿美元 而美国财政收入 只有4.7万亿 本来就收不抵制了 根本还不起利息 想要避免违约 只能借薪还救 但不断的借薪还救 又需要不断的 扩大它的债务规模 而美国的小弟们 也不是无限弹药 难以支撑美债的扩大速度 这个时候 日本如果突然抛售 1000亿的美债 能一刀砍尽美国的大动脉 当然了 日本不敢这么做 它大概率会尽可能的 帮助美国撑到下一次的降息周期 最新的数据显示 美国一季度实际GDP年化 环比增长了1.6% 低于预期 而物价指标核心PCE价格计 环比增长3.7% 超出预期 已经呈现出滞胀的特征了 这让美国很难加息 也很难降息 如果继续加息 还不起债务的利息 可能会引爆中小银行 刺破股市的泡沫 如果降息又怕通胀压不住 那既然没办法 就只能维持着这个利率 至于债务问题 尽量拖着呗 实在不行 就死队友不死平道 先把日本端在餐桌上 垫垫肚子吧 有个事挺有意思的 本周日元加速贬值 直接的原因是 日本央行没有加息 而日本过去两次加息 都引发了美国的大危机 一次是2000年 日本加息不久 互联网泡沫就破灭了 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了70% 还有一次是2007年 加息没多久 次贷危机就来了 虽然说这两个事 很难找到直接联系 但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 日本加息一直都挺晦气的 那如果今年日本加息的话 会不会又发生什么大事呢